五虎成州国小结合校内合作社推广双语教学 让小朋友运用双语的方式和老板结账对话的同时 校长王淑林表示 小朋友从生活中来学习英文 相信透过这样的学习交流 店家还有学童们的生活英语彼此都能够获得很大的进步 学校的合作社福利社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只要下课终身一想合作社就会挤得水鞋不通 五虎成州国小结合校内合作社推动双语教学 让小朋友们运用双语方式和老板结账对话 从生活中学英文 我们合作社阿姨就非常热情的 就在我们的合作社里面贴了双语 比如说这是多少钱 How much is it 让一次一回生两回收 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双语情境 他看别人讲了 也许他下次回去练习 那也会有进步 合作社内贴了许多以双语标式的生活用语 让学童们在采买物品时可以相互学习使用 透过这样的学习交流 让店家及学童们的生活英语彼此都能获得进步 小朋友学习语言其实要跟生活结合 所以不管是即便是从学校进来里面 或者是要放学 他如果都能够使用生活英语 那他就真的会融入在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才会联想到跟合作社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他就是要互相的合作 然后互相的进步 校长很感谢合作社的配合 愿意与学童们一起相互成长 让学生在强化英语能力后 能在生活及职场中持续运用 进而让台湾走向世界 记者胡宇轩五股采访报道